来看到这是保安警察第一总队居然传出 有学弟把学长打到骨折 这名蔡信学长是担任大巴士的驾驶 发现有一个吃完的便当乱丢 因此向上乘报 乱丢垃圾的无信学弟被要求写报告 保证不会在犯 但是学弟气不过 居然趁学长在整备车辆时 向前质问殴打学长 导致学长左腿骨折到派出所提高 派出所外一名蓝色外套男子 处着雨伞当拐杖 没跨出一步都相当痛苦 他一拨一拨走上台阶 值班台远警见状也上前关心 没想到报案人竟然也是警察 而他指控的对象也是自己人 排成人墙阻挡抗议民众在前进 许多聚众活动都能看到保一总队支援 而这警察打警察的案件 就发生在他们之间 根据了解汽车队出身的49岁蔡信远景 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在三峡营区内 第一及第五大队的同仁区上班 但这个月一号 他在大巴里发现一个吃剩的便当盒 并向上回报 查出是第一大队三十四岁 无姓学弟所为 被要求写报告保证不再犯 但无姓远景气不过 调查学长颁表后 二十六号早上六点多 趁对方准备车辆时 质问上前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导致学长左腿筋骨断裂 赶紧到附近派出所提告 蔡信远景无辜表示车上那么多人 根本不认识对方 拿来的找麻烦说 因为一个便当盒 种下仇恨学弟痛殴学长 就连大队长也惊呼 仅效三十年 前所未见 继续报道